Hello, 你好, 我是Tony 我現在正在讀國際處理學院 讀歐陸處理文憑 對於這次Roker Brothers活動的期望 我是學習一下米芝然三星餐廳的工作方式、工序 和見識一下他們的成品 亦都知道會有十個同學面 大約選擇兩個出來 跟他們去西班牙的餐廳進行四個月的實習 都很希望被人選中 因為怎樣都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因為工作時, 很多廚師都是西班牙的人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不刻意說西班牙文 會自己上網做 research 看看是甚麼意思 讓他們容易溝通 或者用他們本土的語言 讓他們容易明白 始終不是每個廚師都那麼喜歡用英文說 其實我覺得做一個廚師 可以學到西班牙那邊的措飾 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因為現在很流行Fusion菜 即是不同風格的菜是在一起的 吸收了這個菜式之後 你可能可以用你本身自己有的知識 自己懂的東西 可能可以研究到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在學校學到的東西 其實在這次活動中 可以令我明白到很多基本上的東西是怎樣做 例如處理食材方面 有些不用他很詳細地解釋 我就可以明白怎樣去處理這個食材 因為在學校都有試過做過 有在學校實習過 在這次活動中 其實最主要是學到他們對食材的要求 以及對他們出品的質素的控制 其實在技藥方面 這十天我最大的得著就是 他們晚上一起出餐的時候擺碟方面 因為他們每一晚有100位客人 每一道菜式都有100碟 每一道菜式裡面 可能不是只有幾樣東西 可能是十幾樣 每一個人的分工 每一個人下的東西 都要計劃得很清楚 其實本來想著他們會有一段時間 來選選哪一個會去西班牙 當晚立刻宣佈選哪一個 其實很驚訝 自己當課也有點不知所措 大家都很開心 去完這個運動之後 我回來 希望自己可以在這四個月裡 吸收到他們餐廳的運作方法 可以跟到師傅做事 看看他們怎樣達到米自然這個水準 希望可以見識多些不同的菜系 在那一陣子裡 也會有很多的菜式 在這陣子裡 看起來很驚訝 在這陣子裡